來看一隻狗仔 這是花蓮府中附近的社區 有這隻狗仔 阿龍 他的主人 貴姓後 其他家人就搬去台北 純這隻狗仔 也就酒在那裡酒要兩年 最近天氣更冷 處邊今天說這隻狗仔會冷死 想要把牠帶回去 又再走動了 為了要照顧這隻火主人放三個狗仔龍 花蓮市民權利 政法局府省的利民 平常都會來給牠吃 關心 不過這幾天天氣這麼冷 只能十幾度 大家怕牠看牠 想要牠帶回去 但是牠又走回來 他那個黃東東搬去台北 那個就是丟那個狗在那邊 我本來要把牠帶去牠不去我們家 因為主人回去了台北 他就一定要回來這裡 對 之前是那個前里長住的嘛 牠是牠的狗 阿龍本來主人是正臨理長 兩年前因為怕牠過心了 整個牠都搬去台北 不把狗帶去 阿龍就一直收在門口 現在是跟牠叫牠叫狗 在兩年前我來代理里長的時候 那就聽到住戶都叫阿龍 我想說住戶都不認識 怎麼會叫我的名字 結果一看原來是在叫狗 那我就覺得跟這隻狗非常有緣分 理長說 要卡定會和阿龍原本主人的出來人 不過牠都沒有回應 現在暫時跟狗似在立辦公室裡面 不過阿龍好像是日記有了 有失地的情形 那牠過起來就一直飛 主比說 可能現在阿龍頭來的記憶 只跟牠以前的主人 記者綜合不獨